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兄弟们 中单诸葛亮要重新崛起了 就在最近的体验服更新中 王老师将诸葛亮 一技能攻击距离提高了100码 那经过我们的测试对比 以前被动技能弹到敌人 会出现一技能打不到敌人的情况 那现在就更容易消耗和命中了 另外这次更新还调整了 诸葛亮被动对野怪的伤害 但实际测试下来 我们发现正式服和体验服 刷完整片野区的时间 基本保持一致 并没有太大变化 而被动改为对小兵 额外造成50%伤害 经过测试 在15级不出任何装备的情况下 被动可以打600左右 而正式服只有400左右 这个被动倾线能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我认为 王老师这次改动 目的就是为了让诸葛 能有重回中路的机会 说不定AOV联名皮肤 真的在路上了 此外这次调整 回退了对守约途的调整 但子弹数依旧为两发 虽然大招增加的攻击距离还在 但其实也算一波削弱了 对了 最近曹操的共创上线了 你们希望曹老板 做哪方面调整呢 在我心中 曹操作为元老级别的英雄 我还是希望能够保留 他的三技能核心 吸血机制 他的三技能 虽然是强化自身类别的技能 但相比于凯 张飞这种变身流 还是差了不少 我认为既然霸道的力量 那也完完全全可以做个变身 排大后的曹操会进入一种恶魔姿态 进入这种模式的曹操 瞬间恢复百分比血量 普攻附带着烧效果 每次参与击杀就延长大招时间 同时 恶魔形态下的曹操 还会解锁全新的一二技能 一技能的位一改为 拥恶魔双脚攻击敌人 命中敌人会有减速 二技能改为恶魔口中喷火 可以减少敌人治疗效果 这样一弄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曹操的霸道二字就体现出来了 那至于很多人吐槽的一技能原地磕头 距离过短的问题 我认为只需要在一技能稍微诱化一下过强手感 抑或是中枪一下二技能即可 毕竟曹操大哥的二技能 可能只有描述的是霸道吧 以上就是我对曹操共创调整的看法 你们希望曹老板变成什么样的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 护牙688 每晚去的办 咱们不见不散